2021年3月16日,在美国当地时间大约下午4.9个字左右 在阿兰达附近有3个SPA按摩场所 有个枪手进去谋杀了,现在来计有8个人死亡 而这个枪手也通过警方在飞车追捷之下 终于被捕了,这个嫌疑兇手就不是黑人 也不是回教族人,也不是ISIS 是一个,大家在盈安网上没见到,是这个人 他叫做Robert Aaron Long,纯属是一个白人 所以在美国,不要只是把这些恐怖袭击 拖延了伊斯兰教,或者是其他极端组织 这个白人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 只是,他是上一任美国总统的支持者 特朗普的支持者,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给大家看 这个就说,这个就是Robert Aaron Long 他刚刚被捕,是什么呢?就是杀死了8个 他叫做亚洲的女人,不对?有部分的死者是白人 在三个不同的SPA 这个是在阿兰达附近发生的 他里面有黄色写,他不是ISIS 他不是伊斯兰组织的恐怖者 他也不是移民 他也不是BLM 就是说黑人的命都是命的 这些人来的 他只是另外一个在美国本土出现的恐怖分子 而他因为受到上一任总统的种族歧视的鼓吹 所以现在犯了一个离天大错 八条人命就在他手上,就这样就不见了 到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没有责任? 人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枪就是这个人开的 所以就不是特朗普开的 到底特朗普需要受刑责?我相信不会了 所有刑责由这个人会全部承担